字幕志愿者 李琪 我要鞋子了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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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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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底要幹嘛啦 我們要做下雨天不愁人 什麼鬼 我們要來自製轟斜機 在這裡做 對 可是 我很臭 沒關係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噔噔噔噔噔 娜寶貝香氛包 首先我們先拿起我們的水管 把香氛包塞進來 再把另外兩個 裝上去 然後把它裝到鞋子上 插上我們的吹風機 開火 很香耶 真的假的 真的很香耶 欸不對啊 我們這樣吹不知道吹到什麼時候 我有一個想法 我覺得不然我們把這個自製的轟斜機結合 溫室度感應器怎麼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手機的APP上面看到這個鞋子的狀況 就不用浪費時間在這邊一直等啦 好像還可以耶 那你先去隨便幫我找幾個人 我們先來實驗一下我們現在這個情況到底可不可行 好 這真的可行嗎 欸好像還可以耶 不喜歡 市長有沒有不喜歡 我覺得這個轟斜機蠻不錯的啊 而且你知道最近都是下雨天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蠻有需求的 創新不等於實用 你這個創新的產品如果沒有經過驗證的話 不見得在市面上會受到大家的喜歡 但其實我們也有找了蠻多第三方的實驗人 他們也覺得還算實用 就是覺得這個想法應該是蠻可行的耶 這樣難道不算實證的一環 這個是這樣啦齁 這個取樣跟那個母群體的問題 也許你找了兩個那個很怪的 然後他就很喜歡 可是你那是給一般市面大眾 他不見得大家會喜歡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在做這個創新的時候 他考慮他的實驗成本實用性 甚至有沒有法規的問題 所以不是你找兩個人實驗過 你就覺得他很老用 怎麼辦 市長好像很會講耶 那市長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做過什麼樣的事情嗎 我們在推動智慧城市的過程中發現 智慧城市推動如果要成功 最關鍵在如何建立不怕失敗 將台北市變成一座生活實驗室 並透過市民的參與和體驗 來精進和改善相關的方案 去年底我們在大龍老宅與中山老宅 進行了長者生活紀錄的概念性實證 透過在房內裝設WiFi收發器 以及最新的無線電波偵測技術 讓照顧人員可以透過平台掌握 被照顧者於房內的呼吸頻率 以移動為機 盡可能做到無侵犯的安全管理 被照顧者不再需要佩戴任何裝置 也不需要受到影像或熱感應器等設備監控 在照顧人力有限的情況下 也能提供入住長者適宜的關心與協助 另外為了加強原本設在國小國中裡 傳統電子VD系統的判斷精確度 我們在北市的光復國小及博外國小 這兩所學校裝設的AI人工智慧攝影機 藉由這個專案的實證 將這幾年來很夯的AI人工智慧 在影像辨識和校園安全方面進行的結合 這樣判斷人為的翻牆行為可以更為準確 也可以排除其他非人為因素造成的誤報 有效提高的校警回安效率 現在也加入了測試的行列了 好的 除了剛剛市長分享的案例之外 其實現在包括未來都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民眾期待的 像是我們有時候不會在路上遇到車禍 或是發生什麼緊急狀況嗎 那這時候報案的人可能會因為太緊張 沒辦法描述現場的情況 這時候我們就要用這家視訊119的APP 它可以緊急把你現場的位置 然後還有現場的影像傳送到119救災救護中心 同時你也可以跟那邊的執勤人員視訊 讓他可以更了解現場的情況 甚至還會教你一些簡單的急救措施喔 那除了視訊119的APP之外 其實自駕車這一塊也是蠻多民眾在關注的事情 那現在因為台灣有法規的關係 所以自駕車其實只能在全封閉的路段進行測試 但其實電視訊少女有在兩年前有做過一次深夜的直播 那時候是關於Easy10這個自駕車 那時候他們有把信義路就是封路 其實那趟旅程還蠻有趣蠻好玩的 那其實現在資訊局他們也有極力的在跟台灣的自駕車業者做媒合 所以未來大家可以期待在信義區上面看到更多台灣的自駕業者做測試囉 除此之外呢台北智慧城市還有其他結合科技與智慧的項目正在實驗喔 沒錯那未來呢也希望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結合創新科技 還有蒐集一些資料來解決市民的困擾啦 那我們就一起期待更好的台北市吧 總之我認為創新從量化到直化需要時間 而台北市政府的態度就是建立一個允許失敗尊重專業的環境 Working smart not working hard 透過由內而外 由功而至 由小而大的做法 才能引導創新的力量 讓改變在台北市持續發生 沒錯好那今天我們就謝謝市長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跟我們like 別忘記訂閱訂閱和收藏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才能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然後掰掰 好 下次點500了 這檔更新喔 掰掰